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我是鍾敏玲 歡迎大家收看《聆聽主聲》1月17日 經文是路加福音第3章3至20節 今天的題目是《回復真我》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大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 使罪得赦精如先知以塞亞書上所記的話說 在曠野有人聲哭著說 預備住的道收直他的路 一切山話都要填滿 大小山江都要削平 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 毒蛇的種類誰只是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情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神能從這些石頭中 給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虎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雕在火裡 眾人問他說 這若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回答說 有兩件衣裳的 就分給哪沒有的 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 又有瑞利來要受洗 問他說 夫子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除了勵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又有冰釘問他說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不要以強暴待人 也不要討詐人 自己有錢糧 就當知足 百姓只望基督來的時候 人都心裡猜疑 或者約翰是基督 約翰說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吸他解鞋帶也不陪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他首領拿著波機 要揚靜他的腸 把墨子收在倉裏 把腔用不滅的火 燒盡了 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 勸百姓 向他們傳福音 此事分封的王欺律 因他兄弟之妻欺羅底的緣故 並因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受了約翰的責備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約翰收在監裏 新冠肺炎一年零八個月 今天是第三次思想 《路加福音》第三章經文 默想悔改的性質 悔改不只是傲悔而已 悔改是為了 加諸自己與別人的傷害而難過 而且悔改牽涉到想改變的心 對自己的心靈和受害的一方 特別是神作出賠償 需要一個天崩地裂的改變 或轉回 舊約的先知們 他們所呼喊的回轉 就是這個意思 有心靈的層面 也有行動的層面 心裡贊成神看我為有罪 而我又確實是錯了 沒有任何藉口 用行動去接觸受害的他人 要補償、賠償 至少要認錯道歉 悔改要求寬恕 寬恕使和好成為可能 兩天前我說過 約翰沒有收斂他的言語 他稱他的聽眾為毒蛇的種類 悔改的洗禮不是一個缺乏真誠的禮儀 悔改的證據是更新變化的生命 約翰列舉愛心的行動 是誠信和誠實 對人公平和對己知足為例子 他斥責希律安提柏 好娶自己兄弟的肥力的妻 希羅底為自己的妻子 以至到他被囚和斬首 希律安提柏沒有悔改的心 他亦沒有行動 約翰說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以悔改的心傷情 我想說悔改的果子就是聖靈的果子 首先的就是愛 耶穌在最後晚餐之夜 向門徒解釋說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愛神的第一個證據就是服從 如果我因為愛而服從主耶穌 聖父與聖子就會與我在愛中聯合 就使我得著能力 用同一質素的愛 去給身邊的人 耶穌又解釋 你們要彼此相愛 在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 人為朋友寫命 人的愛心沒有給這個大的 基督耶穌設下龍門就在這裡 彼此相愛 好像他愛我們一樣 以至隨時預備好為別人寫命 這是人類能達及愛心最高的境界 我想起新冠肺炎時期間的前線醫務人員 他們活著天天走進危險如戰場的醫院和長期護理院的當中 他們冒著感染病毒的危險 去照顧那些生病的和高危的人 穿了這些累積的個人防衛裝備 他們的責任心 叫他們盡少上廁所 並且禁食禁水 好能夠減低多次 又垂下又穿上這個 個人防衛裝備所帶來的感染風險 有人這樣維持 一間八小時的無休息紀錄 這是難以形容的委身 有人說這是我們應徵入伍的選擇 他們以此為自己的照命 是的 有些前線的醫護人員 就是因為這個可怕的疾病而喪命 他們為病人獻上自己的生命 基督徒們口口聲聲說自己愛主 我們能否作出犧牲的行動 去彼此相愛 好像基督愛我們一樣 對著瑞利們 約翰就答 除了勵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對著兵丁們 約翰就答 不要以強暴待人 也不要鵝詐人 自己有錢糧 就當知足 誠信和誠實 對人公平和對己知足 在這裡的重點 誠信的測試 在於是否貪財 我們有沒有這個透明度 說什麼就做什麼 說什麼的意思就是什麼的意思 有沒有將一半的事實 虛假地偽裝成為全部的事實呢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時候 安大略省和加拿大國家都極力勸告我們 不要出國旅遊 又不要與非同一屋簷下的朋友社交聚會 然而一位安省議員 在2020聖誕節的期間 秘密地前往加勒比海度假 亦同時用社交媒體 來和省民祝賀 讓人以為他仍然留守在家中 其中有沒有欺騙和誤動的動機呢 有沒有濫用職權呢 我也曾聽見過有錢人在奉獻修條 這個微小的數目錯誤上 根根計較 只是為了在政府退稅上得到最大的利益 我們什麼時候才滿足 多少錢才足夠呢 我疑問當日的小民、衰利和兵丁 有多少人悔改呢 安堤柏欺律一定沒有 更重要的 我們有沒有結出果子 與悔改的心相情呢 大概這段經文演變去討論聖靈的原因 就在於此 我們需要聖靈去從裡面更新 改變我們好叫悔改的果子 可以成形和發展 基督給我們聖靈為內住的生命 或是火為永遠的死 要書和復和在等候 或是判刑與分離等候呢 神所期待的就是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神的心意是美善的 今天我們仍然有選擇的機會 你選擇什麼 願大家思考 願主祝福大家 明天再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靈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